当你乘搭尾班车地铁,请留意周围的乘客是不是人类?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在英国伦敦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都市传说 相传有一个乘搭尾班地铁的乘客 他见到其中一排座位是坐了三个人 中间的女人伤眼露出奇怪的眼神 但事主都没有遗疑,直到列车驶入下一个车站 又有一位男乘客上车 他望一望对面三个人,再望一望事主 就小声跟事主说 为了你安全着想,下一站立刻下车 事主虽然感到有点疑惑,但都跟了他下车 之后的男人跟事主说 我是一个医生,我刚上车就发现那三个人 中间的女人已经死了 左右两个是用力支撑着他的身体,快点报警 以上的都市传说最奇妙的特点是 虽然他被普遍认为是发生在伦敦的地铁 但竟然在全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有网民声称 他们所居城市的地铁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拍行以Corps、Subway等等的关键置进行搜寻 发现到这个都市传说的历史 远比我们想象中都还要久远 我成功找到了都市传说研究组织 ISELR在2007年发表的报告 其中指出相同的故事是发表于1933年10月的一份报纸 帕包以报纸中的故事原文进行搜寻 发现以上报纸都不是都市传说的最原始版本 因为相同的故事是曾经被一字不译 多次转载到不同的报章 帕包找到在1930年的雜誌的New Yorker著名评论员Alexander Woukot 就转述过相同的故事 在文章中Woukot用了不少时间去追寻这个都市传说的起源 他表示故事最早是来自1902年的一本叫做The Bookman的雜誌 而我上面提到的ISLR的调查报告也都指出 The Bookman是记载了这个都市传说 帕包在网上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雜誌出来 本书里面是写到在三四十年之前 也即是大约1870年代 纽约未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还在一个发展中的城镇 当时就流传了一个令人无骨悚然的故事 足以令怀疑论者的血液凝固 半夜惊醒 当然故事的情节可能从未发生过 但是讲故事的人总会说 这件是真人真事 令到他更加恐怖 故事就说 是一个盛夏之夜 一对夫妇由剧院搭马车回家 他们穿过第五大街 去到第十四街的位置 马车突然停下了 有三个乘客上了车 话说爸爸看到这里才知道 原来古代的马车是好像巴士那样 可以给乘客任意上车的 言归正传三人之中的一个 好像喝大了一样失去了意识 所以是由另外两个人抬他上来的 走了一段路之后 那两个人就下车 剩下那个没了知觉的年轻人 和那两夫妇在车上 其中个老公怕个男生搭过笼 就去叫一叫他 但是他叫了几次之后 个人都没反应 他突然察觉到异样 就不顾他老婆反对 立刻拉着他老婆下车 之后个老公和他老婆说 车上个男人的脚 是被人打横戒断了 意味着他早已断了气 是一句遗体 以上就是伦敦地铁都市传说的起源 一个恐怖故事 竟然可以经过百多年的流传 仍然不会消失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见到都市传说 会随着科技发展而现代化 马车变了做地铁 但是故事中重要的元素 三个乘客 其中一个是围体 车上的一位目击者 被另一个目击者拉下车 这些都是完全没变过的 所以啪啪破解了的 那么多都市传说 说不定过了128年之后 都仍然流传 我认为这样 是一件非常之有趣的事 接下来我会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上Facebook给个lik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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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